此日鼓聲肢體擺動 搭配優雅的手勢 充滿熱力的大喜鼎舞蹈 讓臺下的觀眾為之瘋狂 為期兩天的臺灣原住民族 與南島民族音樂 舞蹈與文化 國際論壇 12日在屏東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 熱鬧登場 透過樂舞 文化相互交流 這個交流可以讓大家兩邊 有不同的思維 我們的各種文化 不單是自己跳給自己看 或者是過去的祭典的模式 變成舞台劇的模式 甚至也要讓別的主角跳 別的不同文化的人 也學習我們的舞蹈 除了臺灣原住民族 與南島民族樂舞交流外 也舉辦專題分享講座 邀請法屬玻璃尼西 著名的舞蹈團體 與臺灣原住民族分享 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下 他們是如何延續傳統文化 並且在世界各地推廣 玻璃尼西樂舞文化的經驗 原來傳統的樂舞文化 只是一個生活上信仰上的一部分 慢慢慢慢走向舞台劇 甚至還要促銷它 把它行銷到國際 這樣一個發展 實際上我們應該有 相同的背景跟脈絡 我們透過這樣一個論壇 來能夠做一個互相交流 交換意見來互相學習 全球各國原住民族同樣面臨 外來文化衝擊的困境 透過交流分享相互學習 不僅讓文化得以延續 也讓臺灣原住民族樂舞 推向國際舞台 記者歌手屏東馬家 採訪報導